請部長 請部長 部長你好 部長請教你一下 有關於 我們現在一個鐵路的一個交通建設 剛好在 局長剛才業務報告的時候 有關於 心力除弊 那這個節骨眼上 而且又是你著馬上任 那這個時間的一個轉換 業務的檢討 心力除弊 那目前 心力方面 剛才也報告很詳細 除弊方面的一些 潛意測試 以及目前的 一個狀況 你能不能來附帶說明一下 謝謝 有沒有這個決心 有沒有這個 發揮立竿建營的效果 謝謝委員 我想那個廉政 這個樹灘呢 是絕對是我們政府最重要的一個原則 所以呢 台鐵局在這方面 我們當然也絕對不會有任何的寬容的空間 那我們現在呢 做了幾件事情 目前過去已經做了幾件事情 第一個呢 我們先把呢 過去五年呢 採購 採購的這個案 重要的一些大的案子 我們都找出來 看看這裡面有沒有一些 可以改善的地方 不合理的地方 我們已經做了初步的清理 那另外呢 我覺得呢 這個很重要的一個工作 我們希望台鐵要強化呢 這個員工輪調的這個制度 過去呢 台鐵呢 很多的這個員工呢 台鐵的員工呢 因為是百年老店 好像有一種文化 比較不喜歡調動 譬如說呢 在花蓮工作 他一輩子就在花蓮等等的 那這個呢 因為呢 不調動的話 也容易造成一些問題 那這個跟那個 我們台鐵的人事制度 也有一點關係 那第三個就是正風系統 我覺得呢 要再強化 因為也一樣 跟他的人事制度 因為台鐵是支位制 所以呢 常常呢 一般的公務人員到台鐵之後 他的值等馬上就降低 待遇也會變低 所以很多的其他公務系統的人 並不是願意到台鐵去工作的 所以造成這一類的問題呢 這些制度上 也要做一些調整 那我想這個都是索羅斯的工作 我們會全面的來推動檢討 等於是已經發覺出呢 台鐵百年老店 有這麼多的一個激起 激起已久的這種弊病 那等於是大刀割斧以後呢 一定是門面喚心 等於是趕得上現在知性化的時代 我們也給予期待 希望台鐵的目前呢 在部長局長的所作所為之下呢 能夠煩然一心啊 耳目一心啊 謝謝 謝謝委員長 部長你有沒有保護 會還有沒有衛爆彈 如果我知道有衛爆彈 那我現在就應該就把它爆出來嘛 那當然我們會全力努力的去清查 那我想我們的態度原則是非常堅定的 我們一定會努力的去推動全力以赴 這個我想是不會 一定不要辜負國人還有委員的期待 那機長請回座 謝謝委員 謝謝委員 機長 部長 你請回座 委員好 機長好 機長我請教一下 台鐵呢 有針對來回票 有一個規定 對號列車呢 乘車期間呢 八十公里以內呢 來回票 是限 汽車乘車當日有效 等於是 你來回票的話 要享受 這些來回票的優惠測施啊 你是限當日有效 是 八十公里以來 你的規定是這樣的 等於是你到新竹的話 從板橋或是台北到新竹的話 或者是說呢 到浮龍海水議場的話 你不能在那邊 休息隔夜啊 你一定要 當天要趕回來 等於是 你們只鼓勵呢 他當日使用 機長 有沒有調整的空間 我們現在在推動觀光啊 你標榜你在業務報告上 你一再的 你一再的 的宣告 說你都是要配合 政府的政策 推斷 全民觀光 但是 我們如果要去 福龍海水議場 這不可以在那裡 我們要去新竹觀光啊 我們也不可以在那裡 因為你的規定 就不能在那邊置業 你在那邊置業 就沒有辦法享受 優惠票價啊 你認為這樣 有沒有改善的一個必要 你說明一下 好 那個 謝謝委員的指教啦 那 事實上這中間可能有一點 有一點誤解 也可能是我們 宣導不夠 那我們現在的規定呢 是 對號列車的話 它是 去回程 是15天內都有效 去回程15天都有效 那 剛才委員提到 80公里的限制內 是非對號車 就是譬如說區間車 因為它是短程車 這部分 因為 它的里程比較短 所以我們有做這個限制 不過我想 坦白講 委員的這個指教也是有道理啦 我們可以回去檢討 看有沒有改善的空間 希望你們做一個調整 為什麼 既然 有這個政策 而且 你們也配合政府的政策 率先 來響應 推動全民觀光 所以說 在整個行車方面的方便性 我想 我們不要再做那個 動那個手腳 什麼區間車不行 或是怎麼樣 一定要做什麼樣 你們回去 研究一下 謝謝 再來 我請教一下 有關於 現在 用悠遊卡等電子 票證 它有車 只要付 付信號票價 好 七間車的票 九折的票價 還能夠它自強號 是不是 是 沒有錯 那 今年呢 五月台鐵會擴大使用七間車 到時候呢 用電子票證 它自強號 往往別高 只要488塊 對不對 對 這個是 那如果是用這個 運輸卡的話 按照計價的標準是 448萬 這個 比搭呢 客運還便宜 是 那我想 這個客員都會被你們搶光了 那 不過 你們好像最近也發現啊 這個好像是營運的漏洞 到底是 你們可能又要調整啊 招令 錯誤啊 細改 又何謊 我不知道你們現在這個 辦法 是 要 變動 還是繼續執行下去 我要請問局長 我跟委員報告 電子票證 是我們從九十七年開始就引進了 在當初呢 我們有非常審慎的 委託這個協助機關 以及專家來做評估 我們知道這個 CVU卡一定會有一個區間 甚至時間的限制 但是因為當初我們評估整個的 我們西部幹線來講的話 通勤人數最多的是北部跟南部 所以當初我們的計劃一開始 就像今天要執行的 北部 譬如說基隆到新竹 這一段先來推 那南部的部分就是我們今天要推的 從斗六到屏東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事實上 推票證 本來它就是 這些電子票證 當初設定就是 這個短程的 像高鐵它就不會用電子票證 因為它這個 對號技術沒辦法解決 所以基本上 我們在推動這個工作的時候 已經有遇見這個問題 今天的問題在哪裡 就是說 因為我們的車種非常的複雜 我如果說硬要限 一開始用這個電子票證 我就限制它搭這個 負信號就沒有問題 那因為我們考量多 我們車種複雜 另外我們的業台很有限 我們沒有辦法去限制車種 所以我們在第一階段 推動這個北部地區的部分 我們就是 使用這個 輸入卡 然後用九折來優惠 那因為 里程加長的話 這不是這個這個 我們使用電子票證的目的 電子票證還是適於像捷運 或是像我們捷運號的區間 短區間的部分 所以這一次在推到南部的部分 我們也同時檢討這個制度 最終呢 我們還是要車種簡化 將來只有 自強號跟 負信號兩種車 所以將來我們是會嚴格限制 這個自強號不能上去 只能搭區間車 因為區間車 我們現在採購 非常大量的區間車 希望加密它的班次 一方面使用衣服卡 一方面它的班次增加 讓這個通勤通學的旅客 可以達到最方便的目標 本期是有民眾 長期在使用 還有點吃 這些有關於問題之所在 提供你做參考 是 那你在要研究修改的時候 也能夠讓我們了解一下 會 我會跟委員報告 也能夠替你們來掀導一下 我們先有個研究報告出來 我們提供給委員做參考 那本期 再請教你一下 好像說我們在 統一購買 在 買票的時候呢 不管是 網路訂票 或是怎麼樣 有時候 有時候一家人的話 買的票好像 不同車廂 有時候不同 一個區域的位置 跳來跳去 好像要打散一樣 你們都用意思什麼 我們也覺得很 捕傻傻耶 好像你們禁止這些人 坐在 同一個區域 同一個 走林右舍 這是你們的目的什麼 我聽聽你 局長你 我簡單跟委員報告 如果是14天之前 在這個 維壽的前面階段 去訂票的話 原始上是 四個人一定是 四個人的位置在一起 那可能是 在這個 譬如說接近要開車前兩天 三天 我們有勝票都會 回到這個 這個網路網站上去 那時候訂的話 位置就不 不太可能在一起 不過我們現在有一個 會員制的制度 如果他有參加會員制 我們會 在這個末期 譬如說前三天 前幾天 我們會來幫他自動撮合 所以這一部分 我想 短期內 我們再來做個檢討 不過我 我可以這個 我們加強宣導 讓這些旅客 能夠盡量加入我們的會員制 他也不要手續會 不要任何費用 時間到了 我們自動就幫他撮合 盡量讓四個人的位置 能夠在一起 如果有票的話 那這點我希望 我們台鐵市 以服務為目的 是是 華傑 你也標榜 一再的自我調整 那希望在這方面的瑕疵 再加強一下 你說兩天三天 顧客哪裡 要跟你深入了解這麼多 反正那買的票 一家人就是要坐在 盡量要坐在一起 不坐在一起 也不能說 跳車相坐 好 再在這邊 做一個 謝謝委員指教 探討 好 謝謝 謝謝